通常我的習慣會從版面配置裡面 我習慣是從哪邊找比較快 其實通常會從版面配置的下面這個小小的按鈕裡面 其實關鍵就是這裡 其實從其他地方進去好像感覺都沒有這邊來的好 所以我習慣上 當然你上面這邊都有相關的設定 可是比較分散 那我的習慣這個習慣也跟之前2003以前的版本都一樣 因為你2003以前的版本是有個烈音功能 烈音設定打開來長得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說2007以後它功能它就躲在這裡 你要找不好找 所以其實習慣上就是從版面配置裡面進來 所有的功能只要跟設定有關的 通通都會在這邊可以看到 所以習慣上是從這邊比較好找 這個大家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那我習慣從這邊 第二個說況比例 你可以預覽列印一下 因為右邊有些地方印不進來 所以怎麼辦呢 那我們可以從這邊 其實也可以從這個版面設定裡面 這個地方你可以把它縮小 大概80% OK 當然不見得是80% 你可以自己再預覽列印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 剛剛好可以把它整個全部的欄 通通印進來 因為總共我們有一欄 Price後面有個Amount Amount印不進來 所以如果80不行 那就再75了 慢慢再微調一下 再不然就把它很印 OK 大概會有這種 OK 那這個題目裡面是80% 那我們就先80%好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邊界 這個地方邊界 其實有時候可以從邊界裡面動點手腳 也許你可以左右再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有時候可以把它印進來 上下其實上下不影響 主要是左右 OK 那再來邊界部分 再來就是夜鎖夜尾 我們夜鎖 其實它有的時候 夜鎖裡面會有一些範本可以用 那你會發現 所謂的範本就是你點擊它 像這邊就有個Bill List 實際上就是什麼 它的那個就是工作表名稱 那當然你點這邊 其實上面也會有一個Bill List 就是它的工作表名稱 或者你可以從自訂業 夜鎖裡面點擊進來 它自動會有了 因為我剛剛按了 把它deleteer掉 如果說你自己想要 你說想說我自己加個位 可以啊 那怎麼加啊 其實可以從 插入工作表名稱 按下來 其實結果應該是一模一樣的 OK 然後夜鎖的話呢 就會有一個Bill List 夜尾的部分的話 那你可以自訂夜尾 或者你可以怎麼樣 點擊什麼 第幾頁 共幾頁的這個訊息 其實這個有範本 剛剛用它好了 OK 有沒有 第幾頁 共10頁 或者是說你可以 假設你不喜歡這樣 你可以 自己從自訂業尾裡面去 去打 不過我是覺得 好像這個會快很多 那你在 你頂多是看一下 第幾頁 共幾頁 那如果說你要自己打 可不可以 可以啊 自己怎麼打 習慣上這樣 先打地 然後共對不對 那中間怎麼插入呢 其實這邊有一個什麼 這個應該是頁嘛 所以先把第幾頁 插在這裡 共幾頁總數 OK 如果你前後還加空白的話 像那個 我們的範本裡面是 這個加空白 有沒有 如果你要讓它在 就是 第幾頁 那個數字的前後呢 再加空白 你可以自己再 按一個空白吧 按確定 OK那這個就是範例了 有沒有 前後都還有空白了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完成 夜所夜為的設定 再來的話呢 工作表 最後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 如果你要印出去 每一頁 的 最上面 都要有欄位名稱 如果沒欄位名稱 怪怪的 我每次都要翻到第一頁 才可以知道上面哪一欄 還要對一下 到底是哪一欄 那怎麼辦呢 其實每一頁都要有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在這個什麼 標題列 這個地方 動一點手腳就好 這個地方 其實你直接怎麼樣 把油標放在這裡 直接呢 直接就 就把它怎麼樣 選取你要 列印的那一列 不過 因為現在在預覽列印的狀態 所以這個地方 必須把它切回去 在這個狀態下 標題列 記得選擇第一列 那選的時候 記得 整列選取 OK 那表示說 以後呢 你在列印的時候 每一頁都會有標題列了 那如果你標題列有兩列 它每一頁都會有兩列 它每一頁都會有兩列 這樣的話呢 整個完整性就會比較高 那列印隔線這邊也有啦 所以你可以把它打勾就可以了 當然其他的話 還有什麼超高品質等等 這些相關如果有需要 你就再去把它做個打勾的動作 按確定 那我們就可以看 我們預覽列印看一下 基本上呢 這個看到的結果 你可以把它放大一下 裡面的話呢 每一頁 就會第一頁裡面有 那第二頁裡面有沒有呢 其實你可以怎麼 再把它下一頁 你會發現 上面看一下有沒有標題 有標題 標題 每一頁都會有標題 OK 那不過好像它沒有至終 有沒有 如果你覺得不夠OK的話 你可以切回來 這邊還有一個什麼 水平跟垂直至終 比如說我今天是希望 水平至終好了 OK它就至終了 好這樣子 那我再設定一下 那印出去 其實就一個美美的報表 其實感覺其實還蠻好的 那最後你可以把它關閉 關閉列印 那最後 也許你可以想想看 之前我們有一鍵完成所有的事情 有沒有 看過辦法 是不是也可以 一鍵按下去 所有包含剛剛這個地方 跟這個地方 我們這邊有五欄 這個是第一欄 這個有五個欄位 然後還有把它格數號為表格 最後設定那些東西 自動就完成 自動就跳完 一個什麼 預覽列印的畫面 那當然最好 可是這個後面 我想你自己再延伸出去 基本上 不外呼呼就怎麼樣 先把第一個工作表先做完 所以你油標 需要先放在第一個工作表 那你要放在第一個工作表的話 就是 sheets 刮壺 booking 點slate 然後把它的這個 A欄裡面的資料 全部做完 再來就是切到 第二個工作表 就是 sheets 刮壺 bill列 點slate 然後呢 把這個後面的五欄 全部做完 做完之後呢 再去做什麼 表格 有沒有 就是那個 設定格式化條件裡面的表格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剛剛做的動作 不過有一些東西 程式你可能前面會寫 後面不會寫 後面不會寫 後面不會寫怎麼辦 錄字聚集也可以啊 把它接到後面 所以 也許可以試試看 這個東西其實 最後 做完之後呢 當然你就可以一鍵完成 只要每一次前面的資料update之後 你就可以 重新又產生一個新的東西了 那馬上就有一個報表出來 那這樣的話 你工作不是變得很輕鬆了嗎 以後呢 也許 平常時間就會多出很多 之前有同學問他說 他都是下班前按一下 然後就 平常的話呢 還是要裝忙 就是還是要很忙 那當然你就會多出很多時間出來 不用說好像很 每天都很緊張這樣子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給各位坐好 OK